在那裡其實從政 在花蓮這個政治環境裡面 要承受很多的這個委屈 因為那邊的政治環境比較特別 那比較有同理心 看待其他支持者的一些壓力 那第三個就是議題 花蓮的議題跟臺北議題很不一樣 你們在這些重要的談話性節目 每天討論的議題 這個我去到花蓮 大家關心的是這個工糧收購價 或者是這個水稻的這個 這個有沒有灌溉水 生活 生活 那大家關心的是交通方不方便 安不安全 那所以我也這個學習到很多 臺灣基層人民 在在這個的一些期待 說真的國民黨就是很顯性 就大家都是幾乎大家都是 然後支持我們的人都不太敢講 有時候到人家店裡面掃街去去拜票 然後明明都沒有別人 他跟我講話還要偷偷講說 說我的天理你不要跟我講這樣 拜託 謝謝 支持小美琴但不敢大聲說 只怕被當作異類 在花蓮選立委想這樣大方握手 選戰初期還得走進屋子掩人耳目 小美琴嘗了這些苦卻絲毫不卻步 她知道還有人在等著她 是否能為花蓮做些什麼事